大家好,今天非常開心的機會來這邊 我們也碰到了很多很棒的朋友 一起幫我們解決了蠻多問題的 我們大概事前提的問題有三項 第一個是目前中路的照片有一些是還沒有定位 第二個就是柯導演的一些十萬張照片 目前的上傳的方法以及定位的這些問題 我們有一些初步的構想 今天也有更多一些進一步的討論 今天的定位的成果大概有進入瀏覽 平台瀏覽大概30個人 實際有參與定位的大概11個人 那完成定位大概有61張 應該有更多啊 因為來方來不及更新數據 那還有提供朋友們提供一些改善的建議 這個平台到底要怎麼去修 然後有一些相關更有效率的方法等等 那還有一些後續推廣一些建議 我們後來發現在FB社團裡面有一個TFC 臺灣事實查的中心 裡面也有一個地圖尋寶的一個活動 那其實也可以兩邊結合起來 一起來合作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方法 那另外就是這邊非常感謝龍寧王 幫我們去做了一個處理 就是把柯島的一些照片上面 一些詮釋資料幫我們先爬下來 那我們在後續上傳會速度會再加快一些 那以上很快速的說明這個部分 那也今天非常開心有兩位好朋友 一起來幫我們分享 就是說他們今天整個定位上 然後遇到一些問題困難可以還有一些心得跟建議 好謝謝 我是米熊 然後我今天就幫忙做了一些 其實沒有很多照片的定位這樣子 然後我是第一次碰到這個平台 然後第一次上傳做定位 那在這邊其實我 我一開始尋找的是一些比較有大目標性的 就是可能是建築物 然後或者是一些店家 然後或者是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災害的事件這樣子 然後先去做搜尋 然後可以先從就是有的新聞報道 然後他們可能會有比較詳細的地址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從 然後還有那個下午的那個 團長的時候有提到的BigGIS 就是那邊也有一個比較詳盡對於山區的一個定位 就是可能Google Maps還不如就是這個 這個網站 Sorry 這個BigGIS的那個定位來的精準對於山區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 我有遇到一個比較大的 我覺得比較好笑的一個問題 那它就是 它原本在上傳的照片上面有一個 就是我想說應該是比較精準的一個定位 它就是台17線的90公里處這樣子 然後結果就很努力去那邊滑滑滑 然後滑到終於在這個地方 那個位置是 那個路牌是正確的 但是它可能已經改路線了 所以完全就是那個照片 就是一個不同的區域這樣子 所以就這張照片可能還要再繼續 在走走看這附近有沒有 就是它原本改現之前的位置 到底正確點在哪邊 就還要再尋找 那後來是就是再查 先定位一些比較明確 像可能是921大地震那時候在 霧峰區那邊的一些位置 對那個就比較明確可以查到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第一次來這邊 然後今天大概用了一個下午 也是在做定位的事情 那我蘇貝的想法是說 因為我們的來源照片非常多張 那在裡面有些是 比如說就是只是有一堆土跟草 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去分類 不知道怎麼去找 它的相對應目標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可以做精進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把我們來源的照片 然後先做一個初步的AI分析 然後先把裡面有文字 或是一些特別的材料 或是一些有其他 比較容易分清楚的特徵 相關的照片全部篩選出來 那其他就先不要做 因為這些照片我們才很方便 可以去Google Map上去找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會去Google Map上的那個街景 或是一些相關的照片去找說 我現在這張照片到底是堆哪一張 那基本上我們一看拿到照片 我們只知道它是在哪一個線 哪個區 或是哪個村 然後就會開始在那邊亂找 或去找一些 一些它的歷史相關的資料去亂找亂找 那我覺得也可以 說不定可以透過Google Map它本身的AP 說不定我們可以拿那個 人家上傳的照片 打卡的照片 然後人家上傳 有可能會hashtag一些特別的表情 比如說這是一個古蹟 或是所有人文地點的地方 我們再把那邊的那個相關的照片 也做一個初步的篩選 也就是我們藍原貴目標 都做一個初步篩選之後 我們就可以更好找到 就是堆英的房子 好我大概想法是這樣 謝謝 謝謝 大家好謝謝這三位 那麻煩二人過來 拜拜